86版西游记开拍于1982年,至今整整40年了。当年很多岌岌无名的参与者,后来都成了行业翘楚。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西游记中都隐藏了哪些后来的明星吧。 有的现在还活跃在影视屏幕上,有的从小孩长成了大人,而且颇有建树,比如给太上老君山丹炉的童子,如今已经是名演员许晴。 啊,师父,他没有死呢。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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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小刀 从一个是宿主身边的 它垫出来的那种小猴子 自然一句台词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可爱 特别自作 认真 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后来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个形象 我觉得特别的突实 恢复那段经历 宿主身 所以我要向西游记 所有参与的艺术家和同仁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你们对一部作品的诠释和敬意精神 影响到我今后的创作 不但没眼上唐僧 西游记五年来 任何一个小妖都没让我演 那地宝带着一帮人 创进来了 马林那个时候舞蹈学院的 五年级的一个班级的学生 我们全体都是最大的可能是14岁 最小的就是我12岁 去排练的这一场 后来全班都上了 没有 全班我们整整排了一个暑假 就这样短短的一段舞 因为什么呢 学校里头啊 那个时候有规定 也是不许接这个外头的这个活 所以我就利用他们的暑假的时间呢 专门给他们排 但是要到接近我们要来拍摄的时候 突然让舞蹈学院的教务处给发现了 他们还是很坚决地说 通通都回学校 不行 不行 哎呦 没演员了怎么办呀 那没办法了 我找到我熟悉的曲弦和团长 我求助于他了 我说把你的舞蹈演员给我们用用吧 不是那我再奇怪了 那马林怎么后来也上去了呢 我是候补队员 候补队员 就在拍摄的 就是今天晚上拍吧 现场 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舞蹈演员 他的脚在后台被钉子给扎了 就全流血就就上不了台了 但是呢还要对称对型嘛 所以一定要12个要双数 所以就缺了一个 然后我妈妈呢 就让当时我们的巨舞老师叫李承如 李承如 对 我就很善意的让李承如 我说你撒个谎吧 你就说是我病了 啊你说是我 就那演员李承如啊 对演员李承如啊 对吧杨老师 李承如是 李承如那时候做巨舞吧 《中暗六组》里面那 算制片吧 算制片 那个时候接演员找什么 接演员 有难题都找他 反正最后是把马里给接出来了 对 演完了这段戏 然后就来了 我想说我第一次见的就是 呃那个六小灵童张老师 然后我说他没有化妆的时候 好帅 真的特别特别帅 我就一直这样看他 哇好帅 然后一会儿他就变成猴子了 就是脸上都沾了毛了 哎呀我说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一定得问杨洁导演一句 对当年的这段舞蹈 最终的呈现效果 您满意吗 太满意了 因为当时啊 我要天宫就是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所以我要那个服装设计 我说你就往梅了搞 要往那个飘逸里头搞 梅了搞 嗯 往梅 哦 梅 哎 要不别往梅了搞 这个服装啊 你看我们现在看了还不错 但是那个时候太前卫了 这个衣服很超前 呃 拿来给舞蹈演员穿的时候啊 呃 就包括煤矿歌舞团那些演员 舞蹈演员也有点很害羞 嗯 不不愿意穿 不愿意穿 后来 我我就说 我说杨洁导演怎么办呢 杨洁导演说 做工作 做工作 怎么也得让他们穿上 结果呢 那天好像是为了服装问题啊 怎么回事 这帮姑娘都窝子里头不出来 她们不出来 我说没关系 你们都是天上的仙女儿 天上仙女没穿那么厚的 你穿这衣服能上去吗 关键天上离太阳太近了 穿厚的也因为太多了 反正大家就高高兴兴的 另外这是一个神话 这不是现代的服装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 包括工作人员几乎都上了 是 我说一个人你知道吧 你不猜不猜不猜 那佩颖演李洋 李洋演谁啊 道士啊 我那投资人 如果做到听那个第一集 等到讲到的时候 首可齐天 宫晚休满 非佛极限 大家好我是熊尼 在当年的拍摄的西游记当中 扮演一个小猴子的角色 我记得当时是在 自己九岁的时候 参与到这个 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当中 当时呢 条件也是蛮辛苦的 每天都要长时间的 画在这个等候化妆 这个上面 完了每一天都是早上 进到洞里面去拍摄 晚上才会出来 当时是排队时了 为了这个吃饭 还付出了一点血的代价 自己在奔跑的路段当中 因为洞里的这个关心 没想到 就没有注意到 这个垂下来的这么严实 完了自己一头就撞上去 直接吃屁股就着地了 但是对后自己站起来以后 又一路奔跑到了洞外 继续排队 这个打饭吃 那么在排队的过程当中 同批的这个队员回头看到 我说他是熊尼 你怎么流血了 我说是嘛 低头一看 你那个当时那个饭碗里面 已经小饭碗的鲜血了 所以当时 印象很深的是 当时的这个剧组的主演 把我包上了这个借骨车 一路就把我送到了 这个心里面的医院 进行缝针处理 完了一路还安慰我 而且在缝针的时候 还一再鼓励我 千万不要哭 这个要坚强 一个男子还要坚强 这印象对我很深 认为在这里中心的感谢 当年在那个时期 对我给我帮助 关心的 与剧组的这个主演 至于这些人物的形象 不论是猴 猪 还有其他许多的妖魔鬼怪 都没法用本脸去完成 必须要依靠塑形 可是这个塑形 在国内有谁能够来完成呢 我想到了北影的王熙忠 只有他这位富有经验的化妆师 才能够做到 但是他愿不愿意 接这个麻烦的任务呢 下一年的时候 这杨洁导演呢 就到北影 去找我 就北影啊 不放人 我这样行不行 我呀 业余时间 把西游记出现的 反正是用雕塑造型的 我来做 就利用业余时间 我给你完成 我年年在此 恭候东土取经人 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